www. Hide s is Uwere 大家好又来到法律之多点的环节 今天轮到我王律师 和大家只是谈谈一些 近期的法律新闻 刚alming这期 其实都几多的法律新闻 值得高谈的 比如说刚al南的终寻法院 首次自行提请人大释法 就一宗簡稱一個所謂剛果的案件 申請就要求人大釋法 但這宗案件其實我覺得都頗值得討論 但因為時間所限 這個案件都頗複雜 或者留待遲些的環節再詳細和大家談談這個案件 另外有一宗都會是 其實都有一些法律的問題出現 就是剛好政府要求逮捕機制 所謂逮捕機制就是 如果立法會議員中途辭職 應否用行之有效的補選 還是現在政府要求的逮捕 這也是一個法律問題 但在談這個事件之前 先跟大家談談一些軟性的新聞 就是說近這個星期 現在有一位所謂補習天王 因為破產被法庭頒領破產之餘 就是他家人的資產都被凍結 新聞紙更加說這是一個資產轉移 現在的案件又去了法院審理 想趁這個機會跟大家說一下 在破產條例之下何為資產轉移呢 首先其實我們不如說一下破產是甚麼 顧名思義相信大家都知道 破產即是沒有錢還就被人告破產 而實情在香港的破產條例之下 其實如果債務人或債仔要申請破產 其實首要條件就正正是沒有錢還 即是說正確點來說就是沒有能力上還債項 只要確立了這件事就可以申請破產了 申請破產之後呢 在破產期間一般就四年 破產官就會處理債務人或債仔的財政狀況 就是會看看他在破產之前呢 有沒有說些甚麼的資產呢 是調動過或者是處理過 目的呢就是因為破產官 或者他委託的受託人呢 是有責任就是看看有沒有辦法 在債務人破產前的資產中呢 就盡量拿回多少是拿來清還給債主的 或者是債權人的 而破產官比較緊張或者是要針對的呢 就是有沒有債務人在破產前呢 做一個資產轉移的動作 而在債務人申請破產呢 他們都需要入品一個細章 交代自己的資產狀況的 而法庭呢更加需要債務人在一個申請書裡 交代在過往十二個月 他的收入是如何呢 有沒有拿過一些退休金啦 公職金啦 遣散費啦 甚至是遺產啦 或者投資一些保險啊 股票這樣 需要在過去十二個月如果有呢 是要詳細交代給法庭 為什麼呢 就是要針對這個所謂資產轉移 因為可以想像 如果我譬如要預計自己將會破產 破產官一般都會沒收我的資產 譬如樓啊 股票啊 甚至乎是現金 如果我知道我會破產 又不想被破產官拿走我的資產 我就轉走給家人 或者轉走給親朋戚友 然後才破產 那對我日後的債主就很不公平了 所以若然為了防犯這件事呢 破產條例就寫明 首先如果我是有一個意圖 是所謂欺騙債主 意圖是不想被債主 在我破產之後呢 拿走我任何的資產呢 而轉走資產呢 那是刑事的 破產條例之下是一個罪行來的 而再細節一點說呢 破產條例之下都容許破產官 就是發現如果債權人 或者債務人債仔在破產前呢 申請破產前呢 是有這個資產轉移的動作呢 那其實它是有權要求 它若然資產轉移了給某一人 或者第三者 要那個第三者就拿回這個資產出來 舉個例子 比如我在破產前 我有一層樓 可能是值五百萬的 我在臨破產前 我將這一層樓呢 不收錢的 轉給我家人 然後才搞破產 那破產官呢 若然發覺是這樣呢 他有權呢 就叫那個家人呢 就拿回這層樓出來 或者是提供這層樓應有的價值呢 給破產官 就拿來作為 我償還我在破產期間 應付給債主的債項之用的 而這個追溯期呢 最長可以去到五年的 特別是如果我這個資產轉移 是給我的親人 比如我的配偶啊 子女啊 父母呢 這個追溯期 甚至可以去到五年那麼久的 好了 那可能你會說 如果是這樣 很簡單而已 我就不把一層樓送給我家人 我把一層樓寫個價錢 賣給他便可以 舉個例 一層樓五百萬的 我十萬元賣給我媽媽 那我跟著搞破產 那這個不是轉移啦 大家有錢交收 明買明賣 那就可以叫做 繞過這樣的要求 那你這樣想法就錯了 因為破產條例 這個資產轉移 是不單止是針對不收錢的轉移 如果這個交易 破產官認為是低於市價 也是非常之低於市價 他都有權認為這個資產轉移 是要求有關的第三者 是給回相應的價值出來 好像剛才我舉的例子 如果破產官認為 我當年在破產前 轉走那層樓的市價是五百萬 而我超低價 只以十萬元賣出 而這個志在是有資產轉移的目的 或者意圖的 他都有權 叫我當時轉給那位的家人 就拿回這個資產相應價值出來 所以其實不是單單說不收錢的轉移 才會被這個資產轉移的法例所運用的 如果你是超低價的情形 都是有可能受到影響 那麼在這個破產條例之下 除了這個資產轉移這個法例之外 其實相應還有一個法例 亦都很多時候破產官是要針對 要詳細看的 就是所謂不公平優惠 那什麼又何謂不公平優惠呢 其實就是說如果有些債務人或者債仔 他在破產前呢 將自己的錢或者資產呢 是清還給某一個債主 跟著宣傳搞破產呢 那其實就會對其他沒有收過債務人 金錢的債主就不公平 這個所謂不公平優惠呢 亦都是破產官是要針對 或者是要盡量防止的 舉個例 譬如我今天破產 我呢欠兩個債主 阿A和阿B 每人又各欠他10元 我現在呢手頭又有10元 那我明天破產了 我和阿A比較好朋友一點的 我將我10元還給阿A 阿B的10元呢 我就破產搞定了 那其實對阿B就不公平的 正確來說就應該按比例 就說阿A分我的5元 阿B又分我5元 這樣才是公平 那如果我因為不喜歡阿B 和阿A特別是老友的 我分了10元給阿A 然後才搞破產呢 那這個就所謂不公平優惠 那刹官若然發覺是這樣呢 他就有權叫阿A 拿回那10元出來 再按一個公平的比例 是重新攤分的 那這個就所謂不公平優惠 那其實也是有個追索期的 最長呢是可以去到兩年的 那這個呢其實也都我們見 很多時候有些債仔呢 真的有這樣的情形出現的 很多時候有些債仔 債務人呢 他知道自己要破產了 而很多時候他破產 很多時候都是因為欠了一些 銀行的卡數啊 或者說財務公司的貸款 而同時間呢 他也都可能 因為以前那個資產債務的問題呢 也都問了一些家人啊 親親朋友呢 借了一些私人的貸款 那在反正都破產了 那手頭可能還有一兩個錢 就想著之前家人幫過我 那叫做臨破產前做回少少的好事 還了給家人 然後先針對外面的所謂街數 銀行數搞破產啦 哼 誰知道這樣呢 就幫家人就變了害死他 因為這個就是正正我剛才說的資產轉移 很多的債務人在臨破產前呢 將自己僅有的積蓄就還了給家人才破產 因為只是想著破產是針對外面的銀行數 誰知道你在破產前 將自己的錢還給家人呢 破產官認為這個是一個不公平優惠 因為正路 家人也好還是銀行也好 只要他們的債項是沒有什麼所謂抵押品呢 正路就應該平起平坐的 就不可能呢 因為他是家人或者親戚朋友 而他有更加優於銀行的地位 所以呢 這個是不公平優惠 很多時候就是因為這樣呢 破產官會叫那個家人呢 就拿回當時債務人破產前 還了給他的金額出來 再重複按一個公平的比例呢 攤分 所以呢 若然大家認識一些親戚朋友 是想著透過破產去解決自己的債務 那時候呢 記得提提他 或者要叫他找律師拿一個法律意見 就是究竟他破產前呢 有沒有做過資產轉移 或者說是不公平優惠的動作呢 因為其實呢 在現在雖然對比起03年金融 即是沙士去到金融海嘯呢 好像現在經濟相對又好像好一點 樓價又一路折折上升 但其實我所見呢 其實市民都很多是有卡數問題呢 是要搞破產的 亦都有很多是一些低收入人士 是要搞破產的 而他們很多時候破產呢 都會有 就像剛才我講的 在破產前呢 做了一些所謂不公平優惠 或者資產主義的動作 那大家所以在破產前 就一定要想清楚有沒有做到這些事情了 那其實如果講到破產呢 還有很多事情可以講的 那時間關係 今天講破產就先講到這裡 因為呢 想講回第二個新聞 就剛才剛剛跟大家講了一點 就是這個逮補機制 那何謂逮補機制呢 如果大家有聽新聞 或者是看新聞都知道了 政府呢 就為了針對 上年一零年這個五區公投這件事呢 就為了防範有立法會議員呢 就辭職再補選 於是想了一個所謂逮補機制 大家都知道 往事如果立法會議員出現 在這個做議員期間出決 比如說是過了身啦 犯了事要坐牢啦 或者好像上年 為了推動這個民主運動 而進行所謂五區公投辭職再補選呢 而中間出現出決呢 往事其實是會有一個補選的 就是令到一些希望透過議員出決期間呢 出來參選的市民呢 又透過一個補選而進新立法會 那麼自從上年的公投之後呢 政府就想堵塞這個流動 令到市民呢 不能夠從這些所謂五區公投之中呢 表達意見 所以呢就要求 由下屆立法會開始 若然有立法會議員呢 在這個在職期間出決呢 就沒有得補選了 就是由在當時 對上一次所謂正式的選舉期間呢 第二得票高的參選人呢 就是自動拳補這個位置 這個空缺 那麼其實這樣的情形呢 是很有問題的 那麼其實在大律師公會呢 也都是剛剛出過兩次的公開聲明呢 是說這個政府這樣的所謂逮捕機制呢 是嚴重違反基本法 為什麼違反基本法呢 因為根據基本法第六十八條 它就這樣寫的 立法會的產生辦法 是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際情況 和循序漸進的原則而規定 最終達至全部議員由普選產生的目標 而何謂普選呢 就是說選民的意志呢 是要得到自人的表達 但是這個補選機制呢 或者這個逮捕機制應該說 大律師公會認為呢 就並不能夠呢 充分表達反映出選民的意志 為什麼這樣說呢 特別是這個所謂逮捕機制呢 政府的說法 就是說其實選民在第一次正選 或者林須倫局長很喜歡用的大選 這個所謂大選當中呢 選民投了一票其實也都反映了呢 是有一個所謂後備議員 就是當選眾那個議員有什麼事不在那時候 這個後備議員就會補償的了 但是大律師公會呢 並不同意林須倫這個說法 因為選民只有一票而已 他投了一票 投了給他心儀的候選人 他是無從得知 究竟他會不會在做議員期間 任何的事故出決 也都無從得知 若然某議員在任何的原因 不論是過身啊 坐牢啊 還是辭職的話 哪一位會是第二位高得票的取代 所以根本是沒有可能說 這個是反映到一個所謂 投了一個投一票 也都是代表已經有一個候補議員 也同時都是任命了或者投票支持了 所以根本選民的意志 並不能透過投的一票 透過這個逮捕機制 是得到自由的表達 再者來說呢 剛才說的選民或者普羅大眾 都有權從某一個議員的出決 進行一個選舉 希望自己都有權進行立法會 選舉與避遇選舉權呢 都是法律之下得到保障 但是因為這個逮捕的機制呢 而令到市民想透過補選 而進行立法會這個避選舉權呢 是被剝奪的 所以來說呢 我和大律師公會的意見都是一樣 覺得林瑞隆局長堅稱這個 所謂逮捕機制是根捉基本法呢 我並不同意 我覺得是違反基本法的 但是林瑞隆局長不單止是一意孤行 甚至連公眾的諮詢也難得做 往事呢 政府在很多重要的議題方面呢 都會做一個公眾的諮詢 聽一下市民的意見 跟著先去立法 但是今次呢 林局長呢 就跟23條一樣 闖絕立法 連公眾諮詢也難得做 就不斷做一場所謂的公聽會 就開波 要求他7月就立法成事 這次的闖絕立法呢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想仿效 這個23條這樣 等7.1呢 50萬人上街 讓他的老闆曾蔭權呢 提早腳痛收工了 所以呢 林瑞隆這個這樣的做法呢 真是極不要得 而其實呢 新聞紙也都有埋 就算保皇黨建制派的議員呢 也都罵政府 說律政司呢 為什麼不出來支持 因為剛才講過了 其實這個大律師公會出過兩次的法律意見 就是認為呢 這個逮捕機制呢 是違反基本法 法律上是有問題 但是政府的最高法律顧問 律政司司長黃仁龍呢 就沒有出來幫政府補價護航 令到很多的保皇派的立法會議員呢 就非常不滿 就覺得 喂 大律師公會都說有問題 你政府都不出來說回兩句 你政府的律政司都不出來說回兩句 有我們這些保皇黨的議員出來幫你擋了那些箭 不是很適合的 那有些報紙說律政司又歸宿 那究竟律政司在壓力之下 會不會出來說回兩句呢 還是他都覺得法律上有些問題 但是又左右做人難 都不知道出來說什麼呢 那他自己才知道 但其實呢 無論法律上還是政治上 其實都有很多學者 或者研究政治的朋友都已經說過 其實這個逮捕機制呢 真是提笑皆非的 外國根本都沒有什麼的國家呢 是會用這樣光怪陸來的逮捕機制 如果你說因為我們是比例代表制 通常參選一個名單呢 一個黨除了有第一個的議員之外 可能都有第二第三個牌在後面 如果你說第一個議員當選了 出缺了由第二個補償 同一個名單 第二個證 第二個排第二的賞 那都更勉強講得通 但現在政府的逮捕機就是 第一個出缺了 就不是他名單第二個補償 是可能有第二個團隊 第二個政黨的名單那個補償 那這個完全就不是當時選民頭的議員來的 這個根本犯不著 用什麼法律和道理去解釋 市民都明白的 而這個更加會出現的情形呢 其實有學者寫過文章 如果香港是一些可以出現政治暗殺 暴力的社會呢 真是分分鐘出現 因為不喜歡你這個當選的議員 而出眾一些暗殺的行為 而殺了他 令到他後面第二高票的那個補償 當然在香港我們講文明的社會 這個可能性呢 我相信是極低 但是絕對有理有懷疑 如果這個逮捕機制成事呢 比如說A黨那個選了上去 B黨第二票那個 成為這個所謂候補的議員呢 不排除B黨會用盡一些抹黑的攻擊 人身的攻擊 盡量去刮A黨這個議員的醜事 務求令他在任命在職期間下台 那麼他B黨那個第二後補議員 便可以補償了 這些情形絕對不是亂說 是有可能發生的 所以這個逮捕機制呢 是非常之有問題 根本是不應該採納 但是呢 政府堅持一意孤行 很簡單就是因為數舊票 根本他都不需要聽任何市民 或者學者的意見 因為已經有一班的保皇黨呢 保駕護航 為他數舊票 去將這個這麼光怪陸離 一個國際笑柄的選舉方式呢 擺上香港 這個完全是香港一個悲劇 但我覺得更加學悲呢 其實就是這件事發生到現在呢 政府有出來講一些 令人覺得很可笑的說法 報紙也都有報導 但是呢 我感覺上 社會市民討論的聲音呢 並不大 反應呢 並不強 可能大家覺得 這件事 不夠我何時拿到六千元 更加急切 但其實這個是牽涉到 我們每一個人的人權 每一個人的選舉權 如果市民繼續不聞不問 寧願關心何時拿到六千元呢 其實呢 我會覺得是有少少心傷的 所以我希望呢 這件事呢 反映兩件事 第一呢 政府之所以這麼大聲呢 它就是說 因為去年的五區公投呢 投票率低 很多人沒有出來投票 他們沒有投票就不支持了 所以呢 已經有民意授權了 什麼東西諮詢都不用做 這個其實是強行來的 但是呢 那些沒有投票的市民呢 你又不怪政府這麼說 你沒有出來投票 哪怕是一張白票你都不投 政府便可以用它想講的原因 演繹強加於你沒有投票這個動作身上 所以呢 如果市民覺得 我不想被政府屈呢 下次無論什麼的選舉 都要出來投票 這個不是你的權利 是你的義務 如果你不投票呢 政府下次就會用它喜歡的理由呢 去演繹去解釋你不投票這個行為 第二呢 雖然政府要強行立法 但是 接下來就是七一遊行 我覺得 既然政府是要逼市民上街 才肯聽市民的意見的話 那我們就上街囉 7月1號 我們透過大家的腳步 再告訴政府 我不管你是23條 還是這個所謂逮捕機制 強行立法並不要得 50萬人上街 絕對可以歷史再同演 林遂倫 曾蔭權 絕對可以腳痛再下台 希望大家 七一維園見 拜拜